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虎如果血压高呢 老虎如果胃肠消化功能差呢 老虎如果呢已经是年老体力不支 年老色衰 那你武松你把那个老虎打死了 这不算啥 真正的大英雄在北京 知道吗 北京野生动物园 有一个游客到现在为止啊 我就痛恨这新闻 你怎么不告诉我这人叫什么呀 对吧 王二旦呢 还是叫李又才呀 叫什么不知道啊 反正最近北京野生动物园 有一个游客 一个人面对11只老虎 跟老虎对峙 老虎你过来呀 老虎你过来呀 老虎我不怕你 老虎你来咬我呀 我家伙 一个人跳下 不是那个游客在这边 在管安全区 谁都不知道 导游也没管得了 工作人员看吓傻了 就是自打开源以来 就没见过这种阵势 一个人只身冲向虎群 11只老虎 赶巧还是全白虎 把人 哎呦导游吓的 那后来我看他们有人写那个 写那个朋友圈 说他腿都多 站到站不穩 那马上就就出事了 你想啊 一个人疯狂的冲进虎群 还呲啰乱叫 唯恐老虎不注意他 老虎注意他了 老虎心里想什么 咱不知道 也许是老虎说 这本傻子吗 这碰瓷 以前发生事我们知道 咱要是吃他吧 咱们现在吃饱了 动物世界跟这个人类世界不一样 我昨天看了一本什么书 美国社会学家 叫什么写的一本书 他说人类那种贪赖呀 在动物界里边 虽然人类已经从动物世界脱离出来了 但是人类的贪赖是超越动物的 动物如果已经吃饱了 它就没有必要呢 把你再吃你 知道吗 它吃饱了 就不吃了 人类呢 它可以呢 穷士极欲 你赖小民 赖小民 它有几十个亿 你说它用得着吗 这辈子下辈子再下辈子 滚一百辈子的用不了这么多钱 但是赖小民就要这么多 所以这种贪婪呢 比那个老虎都贪婪 虎并不贪婪 老虎心里想到我吃饱了 我吃饱了 你这时候送过来 这时候不对呀 这快递送的有点早啊 你隔两天再送过来 明天 明天早上怎么样 明天下午 我们尝尝你送过来也行 老虎也许心里想的是 我可以吃啊 但是这不是傻子吗 我们不要挑战白虎 我们不吃傻子 所以就没吃它 这个人是不是傻子 我一看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 你觉得是什么 应当做精神病学方面的鉴定 是吧 你见到老虎 你死了话乱叫什么呀 有人见到自己的偶像 就乱叫 爸爸什么老公 一顿狂喊 是吧 我爱你 妈妈哒 我是这样 现在你去见一群白虎 你往里冲 这太过分了 那脑子会不会有事啊 这大作线啊 是吧 反应性的精神病 平时还正常 突然间就犯病了 那如果 如果你做精神病学检查 临床鉴定 这个人行为能力正常 他可以对自己行为能力负责任 那好了 那你这害人呢 你害谁啊 你害野生动物园啊 你不是害人家关闭吗 你害老虎啊 老虎如果真咬 真咬死你的话 那按照现在的通行的规则 是应当把这只咬人的老虎击毙的 那现在如果十一只虎一起上呢 老虎也是群为群胆 一群老虎去跟你一个人过不去 那胳膊腿低了当当的 然后一下子参不忍睹的画面 那十一只虎全部击毙 那那个野生动物园造成多大损失啊 所以这个人呢 是害人不浅 大英雄害人不浅 那还是英雄吗 不是英雄 挑衅动物 语言动作挑衅动物 幸亏呢 这个工作人员呢 这个把这个闯入者制服 并且带离 后来我们看到警方通报了 说这个行为人 姓江被依法刑事拘留 从这个事情的结果看 这个人可能精神没有问题 刑事拘留吗 你的负责任 这事一出不少网民都质疑 太过法 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呢 这叫做 今天的说法叫做没有法治意识 对不对 今天的说法叫做缺乏规则意识 古代这叫什么呀 古代这就叫做 叫报复平和 报复平和 这是一句成语 历史典故 报复平和 意思就是说呀 这个人哪 空手跟老虎搏斗 你不找死吗 对吧 平和 涉水过河 不论这个水多浅 然后就劈腾梦腾就过去 比喻一个人游泳无谋 鲁莽冒险 这事据说最早的出处 这种说法 这是个成语了 最早出处 说不敢报复 不敢平和 说这个人呢 他谨慎 战战兢兢 如履因深渊 如履薄冰 这个话 你从一个角度去看 这是个傻子 胡来 游泳无谋 但换一个角度看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 凡事皆谨慎 诸葛一生为己慎 你看 我们中国的文化 都复杂就复杂在 一个是两个方面 现在呢 他两个方面都刻画到 孔夫子那地方 大概是一个比较早的说吧 孔夫子 那早年间 曾经呢 讲过一个事 说是这个 说孔夫子有个弟子 这个弟子呢 叫仲游 仲游自子禄 所以一般就叫子禄 很少叫仲游 叫子禄 子禄呢 大个儿 大个儿很厉害 年轻的时候 就永利而闻名 后来他做了孔子的学生 孔子呢 一看 哇 大个儿 好 山一样的男人 铁塔一样的男人 孔子跟别人说 孔子也是个子很高大的 孔子年轻 孔武有力 骑射非常强 孔子说 嘿 子禄做了我的学生之后啊 从此以后啊 再也没有人敢当我的面 恶言恶语重伤我了 那后边站一个铁塔 大个儿 这个子禄呢 他虽然是身体素质很好 孔武有力 但是呢 不好好读书 孔子劝他 说你好好读书啊 要用心呢 这子禄就说 南山的竹子 不用加工 就是直的 砍下来就能作戒 可以射穿呢 射穿犀牛的皮 学习有什么用啊 孔子说 把他装上羽毛和建筑 他会射得更远呀 人还是要学习的 子禄不停 有一次呢 有一次子禄问 说父子啊 孔夫子啊 父子啊 老师啊 如果让你统帅三军 你希望跟谁在一起啊 子禄当然希望老师 借机会表扬他 孔子说 喜欢空手跟老虎搏斗 啊 这种呢 这种 就稀里糊涂就 就过河 啊 也不问身前的人 叫抱腐平和 就自以为勇敢不怕死 我不喜欢 啊 抱腐平和之辈 我不喜欢 五不鱼也 我不跟 我喜欢那种头脑冷静 千方百计 争取胜利的人 后来人们把孔夫子说的话 就给他简化了 抱腐平和 说的是一个人要脑子呀 有个大名人叫魏元 知道吧 魏元 清朝的 据说他是能够睁开眼睛 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曾经也讲过这个 这个意思 抱头鼠窜者 胆裂之不暇 啊 平和抱腐者 虚焦而无实 这个句子 我看有人喜欢把它写成对子 放到自己书房 啊 中间一个一个 这一个中堂两边呢 这么一幅队子 所有的一切都指向 一个人呢 不能呢 不用脑袋做事 很多人以为 那种的 这个 比方说那种的警卫 啊 那种警卫 那种高端的 提供警卫的人士 那毕竟都是两米八的大个 都是一个个启动速度极快的 击中收缩力最强的 神经传递功能 不受阻碍的一些人 需要不需要这种人 需要 但是更需要的是呢 在人群当中 看上去 很普通 但是呢 头脑非常灵活的 善于迅速判断自己的位置 针对复杂情况 想出对策 尤其是现在 不是冷兵器时代了 兜里揣一个东西 可以解决各种问题 所以脑子变得第一位正要 说了一大堆 简单说 就是这个人啊 这个江先生 莫名其妙冲向这个老虎 这个人的脑子 真是有点问题 是不是 这叫典型的 这个典型爆虎啊 爆虎啊 你跟老虎搏斗 幸好是现在老虎 这人的休养太差 但老虎休养不错 老虎不搭理你 不勒你 少来 玩去 老虎自己啊 就注意远远的观察他 不理他 隔壁王奶的词叫 扫着他 老虎把他扫着 不行 就在这时候 然后 严生动物园的人 把他给清走 这个人到底是出于什么动机啊 我很多人都在议论 我随便转发了一条 我跟差不多一百万人 都来下边议论 说什么都有 我到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 这游客到底是什么目的 什么动机 干嘛呢 是跟他在一起 有个女朋友 说他胆小 他就像想在女朋友面前 证明他胆大 还是他见了老虎 莫名其妙的 就和自己梦境当中 那种情境吻合 于是做出了这种疯狂的举动 荒诞 危险 莫名其妙 最大的幸运 就是这个人和动物 在这个突发状况当中 还没有受到伤害 主要是得于展区之内 有效的安全防护 有人这么说 我看了那个画面 那视频 大家看了视频没有 我怎么觉得还是挺危险的 包括那群人 他是冲到前面 坐在老虎对面 张牙舞爪 后边离着没多远 就是那么多的游客 那多危险呀 野生动物园 如果要是北京 北京的八大陵野生动物园 曾经发生过 这人一下来 刚一下来 被老虎抓了去了 结果出事了 一丝一伤 现在把他关起来 兴居还不够 营囊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他的责任不能逃脱 而且这个人作为反民较远 对我们野生动物园 今后的安全管理来说 这也是个非常重要的案例 你一个人不论怎么样 不论你怎么想 不论你心里有啥事 你到野生动物园 撒野 你这是对自身生命安全 不负责任 更重要的是 破坏公共规则 你叫漠视规则 践踏规则 你给北京惹事 这些年野生动物园里 出事了不少吧 野生动物园 自驾游客下车 然后呢 下了车之后 不听规矩 就敢出来 一个女的 又不是出来了吗 大家还记得 2015年 河北秦桑岛野生动物园 一个游客 也是在白虎园 白色的老虎 把当场 老虎一举将其拿下 当场就咬死了 2016年 两名游客 北京八大陵野生动物园 不该下车 那个地方 私自下车 结果也是悲剧 那是 那画面参不忍睹 2017年的时候 逃票 逃票 这时候我还做过节目 叫宁波雅根儿野生动物园 也被老虎袭击 送到医院 死了 攻击人的老虎 当然被击毙了 可是这些教训呢 教训为什么不计取呢 你怎么能跟老虎过不去呢 老虎它已经失去自由了 你过去之后 你先给老虎添个乐 陪老虎聊聊天 但是你没有安全防范措施 你这不是自己以身撕虎吗 无论怎么样 哪怕你自杀 你也不能到野生动物园去 对不对 你自杀 我们得拦住你 但是你要自杀 选择的话 你别害人动物园 你甚至别害这只老虎 把老虎击毙了 老虎 老虎的命也是一命啊 很多很多人 他都有一种侥幸心理 他觉得 我试试 没准 没准 我告诉你 没准 以为我侥幸 老虎可能真就不吃我 这次他就侥幸啊 所以这次 这个教训啊 这件事啊 一定要跟那些呢 喜欢起事 起哄家秧子 然后没有分寸感的人讲清楚 这11只老虎 是赶巧吃饱了 没理你 但是不等于说 那些呢 吃个半饱 最后想 想再来一道甜点的老虎 不拿你 拿你练练手 对不对 而且 在人类 人类早期啊 食物链上 人类处于食物链的比较低端 人类你手无竖机之力啊 对不对 好 就算你手能竖机 你跟猴子一块搏斗 你都不见得比猴子更厉害啊 因为你动作没有猴子那么快啊 你爬树没有猴子那么厉害啊 所以人 在手无寸铁那个时候 过去这人呢 是食物链的中低端 那现在呢 人类已经享受如此文明的生活 那是人类团结 人类进步 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 也就是说 你是个文明的人了 文明的人 你非要去尝试 在食物链 看看我到底处在哪个环节 那你不是找死吗 遵守规则重要 涵养规则意识更重要 应该把它放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去 重视规则 要遵守规则 你遵守规则 安全才会如影随形 这么多年来 这种事情经常建筑保断 大家不是 有人没看过这种新闻吗 追求猎奇的 游览体验的 寻求刺激的 玩的就是心跳的 心跳完了 心不跳怎么办呀 警区的安全提示 很到位 告诉你 不能够在这下车 你干嘛飞下车 告诉你这个地方有危险 你干嘛不重视风险呀 告诉你这个无人机穿越 已经有很多人死了 你别从这穿越呀 但是我们很多人就是要 破坏规则 寻找刺激 给人添麻烦 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 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有些人比方说 那种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没有开放 你不能走 不 他玩的就是这个 爬就爬这段野山 要的就是这个劲 结果一上去 完了下不来了 发水了 然后坍塌了 好 电话打过来了 请求直升机急救 直升机是你们家的吗 作为国家来说 从国家救援角度来说 生命是第一可贵的 所以该救你 但是这叫什么呀 这叫公共资源的浪费呀 你完全可以不这样 你对公共资源的恢复 你没有这种权利 所以救归救 救的是你的命 但是你得拿钱 而且要接受处罚 如果我们这方面不监管 加强监管 很多人会干这种事 干这种糊涂事 为了自己一时寻求刺激 带来无数的社会的麻烦 所以有些地方出台法规叫有偿救援 我看非常之好 有偿救援 而且有偿救援 这个偿应当是价格高一些 让他意识到你要是这么折腾 那你付出代价是必须的 北京八大岭野生动物园老虎席人事件发生之后 有个木门调查 当时叫什么呀 这事情不属于安全 安全生产事故 知道吧 为什么呀 因为有关方面进到了告知责任了 人家野生动物园没有责任 是你自己刻意破坏规则 你作为成年人 你拼命要在那个地方破坏规则 所以动物园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 动物园应当承担责任 那是指这安全事故 那我不相信事故 我尽到责任了 我没责任 我能够证明 我尽到管理职责 我不承担这个责任 好了 命没了吧 全家库作一团吧 天塌了吧 那好 你自己的责任 这种事情就提醒我们所有的 践踏规则的人 应该受到惩戒 大家都有这种意思 并且都有这个意识 并且把规则意识 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猛虎伤人的事情呢 才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避免 说到最后 我依然好奇 这江先生到底是哪股邪火 意识到自己比十一只老虎还厉害 大家如果知道这个新消息 别忘了 在底下提醒我 感谢收看本节目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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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